这学期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们认识这家伙吗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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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you can see the problem can you write a better essay than a computer so if we can use a computer to write a good essay why do we need to study English writing do you have some ideas 对我刚刚说用中文上课 对好 所以如果AI可以写一篇作文 它的品质比你写得还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写作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还是我们干脆就解散算了 大家拿A加 写作是什么样的东西 是什么样的活动 单纯就是伸出一篇文章而已吗 这样你用电脑就好了 我自己觉得写作是一种思考 针对某一个主题 你有话想说 你要如何清楚地表达你的想法 这是第一层 再往上一层 你要如何让读者愿意去读你所写的东西 愿意去接受你的想法 这是第二层 再往上一层 你要怎么让读者读完之后 觉得好像蛮有道理 或至少好像不枉费我花两分钟读的这个时间 AI写的这篇文章 看起来像是很完整 这个点讲一讲 那个点讲一讲 每一段有主题句 主题句下面又清楚说明 段落内容 可是有一件事情 AI做不到 如果你回去 看课程影片 仔细阅读这篇文章 你会发现 AI的限制在于 他写出来的文章 很无聊 而且都非常的 泛泛而谈 每一句话都是好像在讲道理 单纯就是看你觉得这道理讲到好不好而已 没有在跟读者进行真正的互动 没有举出来说 这件事情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 不知道跟你有没有共鸣 或是这件事情 我用这样的方式讲 跟用那样的方式讲 不知道让你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我们这学期 为了因应AI对于写作课程的冲击 我们要做一些改变 我们要把标准提高 论单字文法 我想应该是比不过电脑了 电脑毕竟是 英文的网际网路文章搜刮进来 然后学习英文如何使用 我想即便是我 也没办法就是把 就是线上所有的 英文使用的例证都背起来 然后运用出来 所以所谓提高标准 不是说你单字文法绝对不能错 提高标准是说 你能够让读者 通常就是我 想要读下去 读完之后觉得 嗯 蛮有趣的 没有让我想睡着 这中间就有两个关键的策略 一 你要愿意分享 个人的想法跟经验 生活点滴 举例 说故事 第二个关键策略 不只是 把资讯写上去写完而已 而是要有一个完整性 一种流畅度 嗯 不要像是消化维基百科的内容 然后就是把分点 然后串起来变成文章 这就是电脑在做的事 我们可以写得更好 所以我这学期 我还是会帮你们修改单字文法 但我们在 误谈的过程 或是我打分数的依据 会是以这两个策略为主 希望在有机器人 可以写文章的事在里面 你们修这门课不要白修 好 那另外有一点跟这个很像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写文章 其实是用中文写 然后交给Google翻译 你们觉得 我不要问你们好了 我问电脑好了 我问电脑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们来快速读一下电脑给我们的答案 is a matter of debate 没有定论 on one hand can assist with grammar and vocabulary 没错 就是我想大部分你们如果有用Google的翻译的话 就是因为想不到那个单字 或是对文法没把握 however 有时候生产出来的东西 并不是正确的 grammatically incorrect and awkward phrasing 就是措辞尴尬 不大对 那文法不大对就算了 但是有时候 会损及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涵跟清楚程度 所以有时候不只是说文法有瑕疵 有时候写出来的那个 内容跟你想象的相反 furthermore can prevent non-native speakers from truly learning and improving their English skills 我想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点吧 如果你作业都是用Google翻译写的话 你们考试怎么办 你们未来要到职场上 老板要你就是尽速写出一篇文章 没有时间用电脑软体 或是Google翻译 没有时间等电脑吐出来 你再慢慢修改 怎么办 所以回到我一开始讲的 写作是一种思考的训练 纸上思考 我们学英文写作 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能够写出一篇文章 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 成为一个能够写出一篇英文文章的人 这应该才是交流的目的吧 好 所以这是这学期概念上的一些改变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改变如何影响我们课程安排 第一周简介课程 就是现在在做的事情 然后检讨上学期期末考 你们考卷在这里 等一下发给你们 我们这学期上两个单元 第一个叫深论型文章 argument 然后下半学期的单元叫做小论文 research essays 这学期的课程有一点难度 好所以第二周会介绍深论型文章 然后你们这一周的功课就是你们要决定 你们想写什么样的主题 第三周放假 但是学校要求我们用实体课程补课 那这刚好我们系上三月十七 那个星期六星期五星期五星期六 要举办研讨会 所以与其叫你们就是 比如说什么从上班请假 或是翘课来补课 不如就请你们星期五或星期六 去集合校区的研讨会 去听两场论文发表 写个心得 就当做补课 可以吗 三月 十七十八星期五星期六 请假 就请试驾 心得不算分 那是一种点名方式 OK 就是 意思是说 你们去研讨会现场 你们就不用去找我签到单 你们事后交心得当做点名 十七十八星期五星期六 随便去听两场 随便听两场 十七十八星期五星期六 你们这样可以吗 可以接受吗 当志工通常是场次转场之间比较忙一点 所以如果中间可以播出时间来的话 应该不会有不能进去听的事情吧 遇到的话跟我讲 你可以先跟就是上面负责人讨论一下 OK好 OK所以二十七的补课就这样解决了 我到时候会再开一个新的作业佼佼区 让你们佼佼 可以用中文写 可以用英文写 可以用中文写 好了 那个你们等一下自己再继续讨论 我们继续看这学期的课程安排好不好 好 我们 不会 对 照上 你们也可以礼拜五早上去然后赶回来 我跟你们讲啊 我礼拜五早上也有一个场次要去主持 然后要回来教书 对 看你们了 你知道Uber从集合校去到这边要对啊 我们私底下讨论好了 对 我们可以继续上课吗 好所以上学期上课模式是介绍文章类型 然后读课本内容 然后读就是赏息文章 然后同财互评 然后最后给我改 对吧 后来觉得这样上课就是效率有点低 所以我们这学期就没有文章赏息 但是会增加个人误谈的机会 所以我们看一下argument的设计 两个单元的设计方式不大一样 argument是这样子 第四周 因为你们第二周的功课要选好文章主题 所以你们第四周的时候跟我个人误谈 讨论你们主题的可行性 那其他人不是发呆 我会安排活动 让你们私底下 不是私底下 就是在进行的同时 你们写你们的活动 然后我一个一个叫你们上来讨论完 然后我们再检讨活动的成果 这个活动跟声论有关 就是我们写声论情文章 你要采取一个固定立场 那让你清楚了解固定立场最好的方式 就是去检视反方立场 所以第四周的那个活动 就是让你们去比较 同一个议题两篇立场相反的文章 然后要写出一个大纲 然后去设计看说你要如何去回应 另外一方这样的活动 第五周 对不起第四周你们的你们主题 跟我讨论过可行OK的话 你们回去就要写出一篇文章 第五周 就是要带着你的文章 我还没看过 带着你的文章跟我误谈 我会先看结构性 然后内容的部分 给你们一些修改建议 好 然后所以第五周回去功课 就是修改你的文章 第六周就是绞交 声论型文章的草稿 那课堂上呢 我们会做期中考模拟考 上学期做过就是那个样子 期中考会给你 我忘了是五个还六个题目选项 写一篇声论文章 都是声论文章 然后所以第六周 你们交草稿给我 要交纸本 这学期不能用线上持交 你要持交一定要交纸本 如果你交纸本的时间太晚 我没看到 或是我拿到的时候 来不及帮你改 那就没办法下支清早 所以第六周 模拟考交纸本 我花一个礼拜改完 第七周就是 改完的文章 跟你们一对一误谈 第八周放假 但是你们要上传 声论文章的定稿 都是一周一周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 如果时间设太晚的话 你们就是忙其他事情 然后一样 就是到处两天才突然想起来 所以不如就 长痛不如短痛 然后第八周是要上传 但是放假 然后第九周就是期中考 好 第十周 我们开始上第二个单元 就是research essays 小论文 到时候会详细介绍 但基本上不用太担心 小论文的意思是说 写一篇写字型文章 但是你们里面每一个fact 每一笔资讯都要有资料来源 就这样而已 所以其实research essays的重点 不是文章本身 它的重点是你如何去引用那些资料 所以我们会花两节课的时间 教你们引用格式 我要先跟你们讲一下 引用格式应该是你们大学部 学最龟毛的一项概念 举翻 正凯还是写体 空格的使用 括号的使用 斗点的放置 然后大小写的问题 一个都不能错 对 基本上我觉得 就是你们到了毕业典礼的时候 你们回想你们大学所学的东西 应该最痛恨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语言学 另外一个是引用格式 我其实我当过四年语言学助教 所以有问题也可以问我 好 这个我救不了你 好 所以我们下半学期再上这些东西 第十周检讨期中考 然后介绍小论文的东西 然后一样你们第十周 就要回去挑一个主题 第十一周 我会花两节课时间 教你们引用格式 那懂了引用格式之后 你们就可以回去寻找资料 第十二周 我们会继续讨论 就是引用资料如何使用 然后所以你们一样是继续找资料 因为这个过程应该没办法两三下就解决 第十三周 你们就带着你们找到的资料 纸本来找我 我们进行个人误谈 来就是研究 看你找的资料合不合格 要如何使用 写作策略性的问题 那一样同时间 如果你不是当下正在跟我讨论的话 你们就是其他人有一个活动要做 这个活动呢 就是拿你们现有的 就是找到的资料 以及选的主题 去写一个大纲 第十四周 就拿你们 也许课堂上没写完的大纲 或者是你可以回去继续修改 继续增加内容 第十四周 拿你的大纲过来找我 我们来做个人误谈 那其他同学 就可以在课堂上直接开始写 小论文的本文 然后第十五周 拿你们写好的东西 纸本来找我 我们再个人误谈一次 第十六周 要缴交纸本 然后我们就当做看电影 第十七周 就我花一个礼拜时间改 然后第十七周 拿改好的跟你们做个人误谈 然后第十八周 期末考没有考试 但是你们要上传订稿 这样清楚吗 所以你们会发现 基本上只有 该怎么讲会比较好 只有四次个人误谈 是你们可以提早离开的 今天 其末考讨论完可以先走 深论型文章 最后一次个人误谈 讨论完可以先走 其中考检讨完可以先走 然后 小论文 改完的跟我讨论完之后 可以先走 但是中间其他这些误谈 都会安排活动 或是我会请你们留下来 开始写 所以 请准备 携带 笔电 或是平板 或是你要用手机写也可以 但是 单元进行中 会希望你们留下来 直接运用这个时间 开始写你的作业 毕竟反正你们都要花时间写 然后 现在就是有一段时间 空着没有在干嘛 你们就用这个时间写 就不用另外 就是在你们的繁忙生活中 再播出时间 好 课程进度这样子有问题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Moodle 跟上学期很像 Syllabus Detailed Schedule 我刚刚应该给你们看这个东东的 对 所以这边就清楚区分 上课在干嘛 然后 功课是什么 公告地方 如果我写全版信的话 这边会有草稿 会有底稿 你们可以来查询 好 那因为这学期比较着重 写作内容的提升 所以这边给你们一些自修资源 这个PowerPoint里面有关于 学英文的一些建议 虽然通常我是给大一学生看的 但是你们也可以参考 基本概念是说 学英文它跟学历史地理不一样 学英文是用观察的 上历史课 上地理课 老师会讲说这个内容是什么 那个内容是什么 但是上英文课 老师在讲解的过程中 那个讲解用的语言本身也是可以用来当作学习材料 所以学英文最有效的方式就是 你看母语人士如何使用这个语言 不但看他们在讲什么 而且去留意他如何去讲 所以PowerPoint里面有举几个例子 就是单字跟文法的定义的流动性 如果定义会流动 你就不能用背的 你要用观察的 前后脉络去推论 下一个东西关于抄袭 上学期有给你们参考过 你们也可以再复习一遍 Good English Writing 上学期给你们过了 接下来这个 这是一本书 我等一下带你们看好了 这是一本就是写作指导书 如果我们说写作有分四个层级 一就是单字文法对 然后二就是达意清楚优美 第三个阶段是有趣 然后第四个阶段 我们这学期应该是触及不到 就是如何用文章去形塑你的读者 如何促进他们自己的反思与思考 或是引起他们个人内心的一些变化 这个有点超出大学部的范围 但是至少第三个层级 答意清楚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建议与练习 等一下会带你们看目录 好 然后再来 如果你们要持交作业的话 提醒你们我的办公室信箱位置 我们用中文上课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成绩的部分目前隐藏看不到 好 然后argument essays 这边有到时候会用的几份讲义 我下礼拜会发几份讲义 我们这学期就不用管课本了 随便 所以如果你们需要电子档的话 这边可以找得到 还有上课用的powerpoint在这里 第二个当然research essays 就不会发讲义 因为内容太多了 所以我们直接在课堂上看 这个powerpoint 我不得自推自累一下 我真的觉得是 我在民传以来的杰作 就是你如果点击去看的话 你就会觉得惊为天人 怎么通通都在这里 所以你们唯一要做的工作 就是学起来 然后上面第一个 这个是范立文 但不是说你们 要参考他的写作策略 是要参考他的引用策略 好 然后下面有这个东西 如果你觉得这学期 好像快被当的话 不要向我求救 写加分作业 不过这加分作业 在设计上面也不容易 所以不要想说 什么其他写作都不用写 写这个就好 到时候你会发现 写这个加分作业 比写两篇文章还要困难 但是如果你真的 别无他法 这是一个就可以自救的方式 然后我之后会再增加 那个研讨会心得区 好 木头的部分 这样可以吗 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很多场 有很多场 它是从 好像是早上八点半 到晚上六点之类的 中午休息一个小时 对 对 两场就好了 提醒你们 你们的成绩要自己确认 就是每次完成一个作业 或是考试 我就会把成绩登录到木头上面 你们自己可以看得到 你们的成绩 在你就点这个grades 就看到自己 我在木头上面的成绩算法 是用就是加起来总和等于100分 所以你们看到的分数就是 把最后加起来 就是你的原始成绩 学校系统都是用百分比 所以什么你们考试满分100分吗 但木头上面你们考试满分 就是20分 类似这样子 所以所谓的 如果你觉得你快被荡了 的意思是说 你看你的成绩走向 觉得好像没救了 是这个意思 要请你们自己留意 然后呢 期末成绩的输入期限 通常是第十九周 星期四下午一点 所以如果你要交加分作业的话 请留意那个期限 期限过了很复杂 要改变那个成绩 蛮复杂的 好 然后呢 因为有加分作业 所以这学期我就不调分了 也许你们 有些人可能有发现 怎么 人始成绩不及格 但是最后拿了60分 以往只要50分以上 我就让你们及格 但这学期因为有自救的方式 所以话也说清楚了 然后这门课应该不会被荡啦 你们只要交作业 然后考试认真写 我不会就是太严厉啊 通常被荡就是 要么就是你缺个超过三分之一 或者是你缺缴作业 或是考试考零分之类的 你们认真上课成绩不会不及格啦 对 所以 好 这学期的游戏规则大概就这样 有想要提问的地方吗 有想要转班的吗 你们快点转掉了 我要扫改几份作业 好啦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目录 这本书其实在美国是非常热门的写作课本 所以它就是经过一版再版 现在好像出到第13版了吧 所以它有些版本会直接告诉你说它叫做10 lessons 食堂写作课 它每一个单元都有一个重要写作概念 我就简单带你们看一下 虽然这是给美国人的课本 但是我们也可以借进 第一个单元只是应言 所以我们从第二个单元开始 Correctness 就是说你选的单字要确定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 很多时候学单字会把单字背错 或是会以为是接近的意思 那这个单元是要鼓励你说 如果你真的 你感觉对这个单字好像有点 定义上有点模糊的话 务必要去确认 那文法也是 如果你表达出来这个文法概念 不是很确定真正在表达什么意思 你们一定要去确认 好 第三个单元开始有趣的 Actions 即便你们写的是一个知识性的文章 还是会有动作 还是会有场合跟人物 跟事件 跟动作 也许你的主要人物不是个人 也许是个概念 也许是一个现象 但是你的句子 反正都要有动词 所以一定会有动作 这个单元是在鼓励你说 要确定你的动作清楚 没事 没有特别原因的话 不用用被动 尽量避开逼动词 要有一个具体的动作在那边 就如此类 因为阅读上面 你的句子越抽象 读者越难懂 即便你的概念是抽象概念 如果你可以把它写成 具体生动的句型 读者会比较好笑话 这也是为什么英文 有很多比喻跟象征的原因之一 因为力求具体具形的时候 即便是抽象概念 也会把它具象化 下一个单元跟这个搭配 characters 人物 你这句子主题到底是什么 有些时候写下来 你以为在写一个东西 其实你门心质问 真正在表达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你在修改的过程中可以留意 你这一句的主题 最重要的元素 通常应该就是它的主词 所以这个单元在鼓励你 尽量避开虚主词 there开头 或是it开头 尽量避开抽象的主词 名词化的抽象概念 你真正在讲的东西 就把它当作主词 通常不会错 第五单元 cohesion and coherence 这两个字非常有意思 我们从第二个开始 coherence的意思是说 那对吗 好 我不知道确定哪一个是哪一个 但是这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是说 你每一句都要连到下一句 你比如说你这一句主词 是什么什么 然后写到最后面 以某一个名词结尾 你可以考虑用那个名词 当作下一个句子的主词 要有连贯性 另外一个字的意思是说 要有统整性 有可能你一句接一句很顺 但是写到后来发现 你最后写的东西 跟一开始写的东西 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单元是鼓励你说 如果有连贯性 读者读下来比较顺畅 比较容易吸收 那有统整性 读者才会觉得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我觉得读下来很值得 没有浪费我时间 第六单元他拼错了 应该是emphasis 强调 如何去强调一个句子里面的东西 你可以用分裂句型吗 it is 什么 什么 that 但是这样子很丑 你可以加写体 但是如果每一句都有写体的话 读者觉得很烦 所以你要如何用句型本身 去强调你要强调的东西 他告诉你两个建议 一就是 如果你句子是简单主词开头 那个主词会被强调 读者会对那个印象很深 另外一个概念是 你结尾的东西 读者也会有深刻印象 所以一个句子里面 你要强调什么东西 放在最前面 或是放在最后面 段落也是 文章也是 其实生命经验也是嘛 你经历一件事情 通常中间都不太记得 就是开头跟结尾 印象最深刻 除非中间发生 很可怕的事情 下一个单元 Motivation 动力 如果让你的句子有韵律 有节奏感 不会让读者觉得读得很无聊 第八单元 Global coherence 就不是句子跟段落而已 而是你整篇文章 从头到尾 不要离题的方式 第九单元 Concision 精准度 其实就是 第二单元 Correctness 再加上缩减 如何用一个字表达 五个字的意思 然后第十个单元 开始变得有点抽象了 Shape 你的句型长得 是否对称 或是如果不对称的话 为什么不对称 是不是特别有用意 这也是一个 你们写作策略 可以使用的工具 然后第十一个单元 就是标准十堂课的 最后一堂课 Elegance 优美 这个单元 作者直接讲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优美是什么 但是我读起来觉得优美 我可以告诉你 为什么优美 通常就是一种 你们都上过文学课嘛 都读过诗嘛 有些诗读起来很 朗朗上口 很顺 这就是一种优美 我们通常把诗跟散文 分开来讨论 诗 散文就看它内容 然后诗就看它的什么 策略啦 亚运啦 节律啊 什么 但其实散文也有这些元素 它只是 放在背景 那如果你学会操作这些元素的话 读起来也会更 优美 好 所以你们如果想要让自己写作 能力更上层楼 可以参考这本书 反正就在木朵上面 好 那接下来我就是 把你们的考卷发下去 然后呢 我会按照点名单 把你们一个一个点上来 我们讨论一番 你签到 就可以先离开 谢谢 谢谢 提醒你们一下 就是这门课还是要认真上了 上学其实有人被盪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